接着我前一条路向 你看有一个折起来的东西 像有的东西是被我扔掉的 这个像吸管一样的塑料的东西 这个打了截的是我以前扔掉的 我打了截扔掉的这个吸管的包纸 这个是被扔掉的 一件一件的拿出来放到地上 这个盖子像是我扔掉的 看到没有 2017年的了 这可能是我扔掉的以后 我当时标了2017年 被弄得这么皱 可能是我当时把这个盖子弄皱了 然后扔掉了后怎么样 这盖子是扔掉的东西 标着2017年 现在2018年9月 4月9号凌晨 星期一的凌晨 再把它扔一次 很多被扔出去的垃圾 又被放回到我的家里面 住处 像这个小片的纸 可能也是我扔掉过的 可能是包一个电器零件之类的东西 一个包装 三个塑料片东西 里面也不应该这么脏 以前这个垃圾桶被人弄脏过 后来我一直没打扫 这两片 其他的我看不见有什么东西了 目前 就是有人故意跑到我家里来 把这个小片的垃圾 扔到我那个垃圾桶里面 然后放在那个垃圾的袋子底下 因为有一个我满的塑料袋 我把它撑开 然后放垃圾倒垃圾用 这样撑开 那么你看这种情况就是 那些偷偷潜入我家里的人 趁我不在的时候 潜入我家里的人 把那个小片垃圾 放在这个袋子底下了 可能把那个袋子提出来 提出来以后 把那个几片小的 那个塑料垃圾扔到 我这个垃圾桶里 垃圾盒子 垃圾桶的底端 这样 我现在一下子 一只手还不容易把它撑开 放在 我这个 我这个垃圾 垃圾袋子是一般 垃圾桶加垃圾袋 是放在这个厨房的地方 这个地方 放在冰箱的旁边 把它撑开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